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写书画 所以我的艺术倾向 还是从小的时候自己对知青的一种认识 因为他们从城市到了边远的农村山区 其实这一幅画 哪一幅画 这个美少女哪一幅画 就献给穿军装的人 你看她手上藏着一个绷带 我这是把它作为一种象征 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荣誉 大家都希望被别人认可 我的画面表现的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人 和一个很自信的人 他们俩在一种交流 好像在社会上的一种地位的交流 但是这个很自信的人 要把一朵花献给一个很卑微的人 这是一种美好的象征 我表现的就是一种高与低的一种平等 这个社会需要平等 需要每一个小的人物需要被社会所认知 就是人和人是平等的 没有高和低的这么区分 所以我的画面里是在一种很平和的状态中 两个女性的一种不同的表情 来表现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友善的沟通 所以我尽量让我的画和现在联系起来 我生活在当下 我就想尽量让我的画 把我所生活的这种当下的一种精神状态 我将表现出来 所以我想自赞美的是一种青春的是一种活力 它不单单是年轻人的活力 它也是每一个生活在当下人的需要的一种活力 是一种青春的一种颂养 是人本身的一种最美好的一种追求